第三十七屆世界青年節 將於今年8月在蒲國里斯本舉行 澳門教區分別有蒲語及華語代表團參加 澳門教區青年委員會2月19日 為一群已報名參加今屆細青的華語青年進行培育 青委辦公室副主任趙珠青Tammy表示 在今年1月公開接受報名之後 已邀請提交報名的青年進行面談 現時已有暫定的參加者名單 大約有30位來自不同堂區的華語青年 參加今年的細青 澳門代表團亦有10多位蒲語青年參與 他們則由主教助堂及棟仔家務聖母堂負責帶領 澳門教區青年委員會將會就今年的主題 向華語青年代表團的青年進行5次培育 我們培育有一個脈絡 都要根據每一屆主題 教宗所取用的大會主題來自聖經章節 今次就是講華麗亞動心 並急速前行去到三區為表者服務 我們都圍繞著主題 讓生花者在這幾個月 我們每個月都有一次聚會 在這幾個月內認識多些 其實聖經裡面怎麼講聖母 和我們怎麼仿效聖母的方便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怎麼關顧我們身邊的 所以隨著主題我們會發展 他寄望青年們能夠在這幾個月的培訓當中 建立起默契 當他們回到各自的堂區的時候 能夠將他們的經驗分享 大會預計全球有100萬名青年參與今屆世青 Hemi表示 澳門代表團將會在7月底 到訪接代堂區 並體驗當地的生活 到8月1至6日 就會參與大會所安排的大型活動 包括迎接教宗、守夜未殺、拜虎路 以及派遣未殺等 當日培育活動包括簡單的熱身遊戲 小組討論、世青資料簡介 以及行程講解等 徐團神師夏子明神父 也到場為各青年打氣 來自坦仔家無色舞堂的 郭子晴及林靜彤表示 他們都是第一年參加世青 他們希望透過今次的旅程 能夠加深對信仰的認識 我們在這個旅程 希望可以認識多些 關於我們宗教信仰的東西 都認識多些自己 還有更多機會去認識不同地方的教友 去見教宗 或者去朝聖 體驗很多不同 和澳門很不同的生活 都希望這個旅程 對我們未來會有很大幫助 還有也會對我們的信仰 令我們更有信心 同樣都是第一次參與世青的邱仲君表示 他更希望能夠認識不同地方的教友 了解他們對信仰看法有什麼不同之處 以及他們做法有什麼不同 有份隨團陪同青年參與今屆世青的 稱為辦公室主任王國梁 Bosco 希望青年能夠透過這次旅程 擴闊眼界之餘 更希望他們能夠學習性無良好的急速 大家會看到馬里亞的良好的急速 他亦希望參加者能夠收獲一份美好的友誼 透過這半年的培育過程 一同經歷一個豐盛的旅程 在信仰路上互相支持與陪伴 他亦希望參加者能夠收獲一份美好的友誼 透過這半年的培育過程 一同經歷一個豐盛的旅程 在信仰路上互相支持與陪伴